据说啊 王林凯冲着我就来了 不是啊 就说听说啊 不是 我也是听别人说 说王林凯要揍我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居下 今天小鬼跟岳屏人发生了冲突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让我们想看事情是怎么发生吧 小鬼在前阵子是要参加了天赐的声令 与余文我一起合唱 带我去找夜生活 整料就找到岳屏人两眼的评价 小鬼的表现不行 而小鬼不甘失落地回复 我只想说今天我能站在这个舞台上玩 老师你能吗 然后两眼的回复他 我能当岳屏你能吗 这一看怎么感觉就像小鸡在吵架 而最后小鬼回复也成了网络上热梗 你厉害 我给你大母哥 现场一度尴尬到窒息 然后就在下一场演出 小鬼和胡怨斌合唱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你的笑只是你穿得到胡思 这说实话我感觉听着还不错啊 没想到又被批评了 两人说小鬼唱的没有一句打动到他 甚至还说他的态度有问题 然后就有了这一句 你管得着吗 我了解完整件事情后 我觉得这个月屏人是存在一些针对性的 他的评价并不是指出小鬼拿唱的不好 而是从个人感受来说 评价不好听 不过无可否认小鬼态度的确有问题 小鬼怒碰评委也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他的路人员彻底被他的态度给摆光了 而我也非常喜欢小鬼 经常听他的一些音乐作品 但是并不会盲目的喜欢 认为他的所有行为都是对的 如果小鬼真的想坚持他的态度 应该多专注在创作音乐上 而少上一些音众节目 那么最后就一起来欣赏 小鬼都唱火过哪些BGM 也欢迎大家在视频底下评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我是面具虾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小鬼都唱歌的歌 让我唱首歌的听 没有快过的问题 要不要 和我来一起 小鬼都唱歌的歌 别唱歌的歌曲 故事也不用多建立 去烦睡觉的游戏 你是我的小猫 三个人是我们的小猫 三个人是我们 不要再跟你们 我这个世界 是我的小猫 MING PAGE MING PAGE